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的YouTube上面写着教导牧养宣教 跟着就是圣经征读 还有一个基督教资源分享的平台 那我们圣经吉甲的领袖就是在以色列的时候 当约书雅和新命纪当时的一个新生代的时候 就是一个国度的军队 而去到约书雅记的时候 这个国度的军队就要经过约旦河 而过了约旦河之外 就会来到一个地方 就叫做吉甲 这个吉甲的地方 就是预备打仗的地方 就是一个基地 所以这个内容 你就要找回约书雅记了 而我们也都是按照着这样 要勤读圣经 那我们也都是透过圣灵 来到明白圣经 也都是通过圣经 来到知道圣灵是什么 是谁 所以这个原则就是圣经加圣灵两样东西都是最重要的 然后有了这个原则就走出这个理念了 理念其实走出来就是有三样东西 就是刚才讲过的教导、牧养、宣教三样东西 那为什么理念指出来是教导呢 其实因为教导里面 其实就是mind来的 那而牧养呢 就是牧养behavior 而宣教呢 就是一个vision 和异仗 和看得见 是有关的 那而我们在这个地上面 生养并建立熟天熟灵的孩子 那所以是有些步骤的 包括是生孩子 养孩子 和要教孩子的 那所以呢 就是宣教 牧养 和教导 我们都要懂的 那而最后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荣耀神的光明国度了 那我们讲这个圣经 也是透过圣灵来明白圣经 所以我们每日呢 就是我们尽量 用多些时间呢 就是这个直播 圣经的精读 包括了这个圣经的概论 和圣经的翻译 有些深的中文字呢 就会解释给大家 那如果有些的 完全不知道他说什么呢 都会当场呢 就会给大家看得明白的 好了 那跟着呢 刚才讲到的 教导牧养宣教 那在教导里面呢 所引申出来 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合一 那现在教导里面呢 会有三个范围的 包括呢 就是教导 犹太人的一些知识 包括旧约的知识 那和呢 就有一些护教相关的东西 和呢 和一些的书籍有关的东西 那而另外呢 就是要有属灵的经验 那这个呢 就是教导了 那到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的牧养 牧养呢 就是指向呢 侍奉的 那那除了在教会里面 侍奉之外呢 其实是包括了 全世界这个普世性教会的侍奉的 所以包括你家 你的office 都是 学校 都是你侍奉的场所来的 那而在这个这样的场所里面呢 牧养其实就是讲关系 和行为的 那而背后也都关系到心理的 下一个呢 就是宣教 宣教呢 最重要就是猜传 是同一样东西来的 那而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有一样东西重要的 就是这个地方究竟是怎么样 所以就是地缘政治 第二了 就是这个地里面的时间 就是教会历史 其实最好呢 你就了解了当地历史的 那所以当地历史呢 其实已经包在刚才所说的地缘政治里面了 那么跟着呢 去到那个地方呢 就是要有策略的 就是宏观的策略 技巧就是做的时候会怎么做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宣教里面呢 会讲的内容来的 那跟着呢 那跟着呢 荣耀神的 光明的国度的 那我们要去观察这个世界的 那所以呢 有世界上好多东西的 那呢 就会放在discord里面的 那而 当我们去主动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访问的 那所以当我们去访问的时候呢 就会用这个的 不示大台呢 就去访问一些的人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不定期的 那所以呢 那我们以上呢 就是我们会做的东西来的了 所以呢 这个简单呢 就是给大家认识了 其实我们圣经吉吉吉呢 就是教导 牧养 宣教 来到荣耀神光明的国度的 那我们呢 就是做这些东西的了 好 那我们呢 今节就讲到这里先的了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discord讨论区 我们也都邀请你分享 赞好订阅留言 在我们的facebook专页 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圣经一格 我们的原则就是 透过圣灵明白圣经 通过圣经 亦是圣灵 我们的理念就是 以教导牧养宣教 来到明耀神光明的国度的 好了 今次讲到这里先 祝福大家